七彩顏色一個個大圈圈 它看起來像是個裝置藝術 但一走過來超涼爽 夏天就是要這樣玩 從小小的滑水道溜下來 一次又一次接著玩 把握暑假尾巴 來這個全新景點再玩一波 不只戶外滑水道 溫泉細水池 來到室內商店餐廳人山人海 這是位在台東沿平鄉的綠能溫泉園區 這個月底開始試營運 是全台第一個結合觀光 和地方共生的地熱發展園區 替台東觀光景點再加一 那個經濟發展不是很好嗎 你剛剛參觀感覺怎麼樣 不錯 雖然東部地區 是不少人的旅遊首選 但來到台東 除了熱氣球和博朗大道之外 越來越少人會想到岩平鄉 現在這個綠能溫泉園區 重建開幕 讓這裡不再沒落 預估每年能為台東岩平鄉 創造將近十萬的觀光人次 越在地越國際的這個理念 我們完全跟地方創生來結合 我們這裡的夥伴 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都是岩平在地的這個夥伴 雖然園區已經是營運 但旁邊這裡施工為離卻還沒撤除 因為不只是觀光景點 下個月這裡就要進行生產回駐景的鑽鑿工程 預計2024年底一兆瓦的地熱發電廠就會完工商轉 而這一年的發電量大約有876萬度 等同可以提供2400戶家庭使用 整個循環發電系統搭配微水的回駐技術 達到取熱不取水 讓資源可以不斷循環運用 熱門觀光景點陸野高台就在附近 雖然現在熱氣球已經結束 但到台東旅遊有全新景點可以選擇 TVBS新聞劉靖元周榮軒台東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